在这个奥运场上也变成了中美之间对于禁药事件的角力了 首先来看一下 挖打他也现在正式跳出来 等于杠上了美国 就是他曝光了正式声明 就说USADA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这些运动员参赛 明显违反了世界这个反兴奋剂机构 旨在保护运动竞赛完整性的规则 挖打并没有批准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参赛这件事情 直接开丝啊 那就连这个美国拿下九面奥运金牌的得主刘逸斯也曾经承认 尽管1988年汉城奥运前呢 三次检验都是阳性 但是最后还是被网开一面 那这个雅典奥运会的白米冠军贾斯汀 他两度被验出阳性 按照规定来说应该是要终身竞赛啊 但是这个USADA却是极力为他开脱 把这个终身竞赛缩短为四年 那现在大家就开始在爬梳这一篇这个挖打里面 还提到了哪些过去曾经有一些运动员 可能有这个被验出阳性的这个禁要反应 但是仍然参赛 他是说2017年的时候 美国的运动员吉尔罗伯茲 他曾经在里约奥运的这个400公尺接力 1600公尺接力 他跟他说他跟这个女友接吻 所以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 那后来就得到了这个USADA的赦免呢 然而在2022年他又被再次验出这个服用禁要 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用这个接吻理由了 那就被禁赛了16个月作为处罚 那现在反正呢 至少挖打他们有三起严重违反这个兴奋剂规则的这样子案例 就运动员后来还被允许继续比赛 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个挖打就抖出来说 这个USADA一直在搞这些事情 那这一次其实竟然还有说 竟然有这个女子水上芭蕾的运动员 叫做Kalistar Liu 那他在赛前的兴奋剂检测是阳性 然后USADA就发文力挺 就说因为呢他睡在他父亲的床上 那他父亲使用的眼药水滴到了床上 所以他不小心吃到了 所以这个也没啥问题这样子 这个是USADA的一个讲法 那所以反正呢他们就讲说 在7月时候已经做出财事 他没有过失的违规 所以让他继续可以参与水上芭蕾队 也变成了就是现在大家开始 反正就是中美开思吧 就是你美国一直要我这个 中国大陆的游泳队的一些 这个成员一直咽尿 那我们现在也反过来 对于你这些东西开始提出质疑 在大陆上面的网路上 特别这样的风气 整个已经这个火降不下来 大家已经对于美国的愤怒了 怒火已经烧到了一个高点 比方说微博的一些热搜 都是相关的这些词 美国选手自称接吻 然后导致这个兴奋剂阳性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个 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招呢 甚至有大陆网友讲说 奇怪了这个咽尿 这个兴奋剂检测是尿液检查 他是用什么跟女朋友接吻的呢 大家开始在那边神解读 还有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猫腻点 就是游泳选手 就是美国游泳队的选手 大家不再讲说他们紫色的脸吗 人家想说是一个灭霸脸 那灭霸其实在台湾的翻译叫做 萨诺斯脸 就是看起来就是 怎么紫色这样子 好像脏红着脏紫着脸 那这个奥运会转播的肤色 因为我们有版权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 各个媒体的图片弄出来 我们只能用示意图 但是网络上面 微博上面大家都有截图 就是说在美国使馆 他们自己po出来说 为这些选手们加油的时候 肤色是正常的 是白人的肤色 但是奥运转播的时候 肤色是紫色的 那其他NBC也有调过颜色 但问题是 BBC跟加拿大 没有调颜色 也是紫色的 人家讲说 这难道美国还知道 这要后期调整一下 是有点粉饰太平吗 还是欲盖鸣章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质疑说 这美国是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掩耳盗铃 为什么你脸是紫色的 你还要后期自己去调整颜色呢 那大陆网友就开酸了 就说这个白皮发现皮不白 于是把自己披成了白皮 然后说紫薯金的话题热门起来之后 现在就连镜头都少了 就是看完成绩之后 就有意识地把头扁过去 就不要对着 把脸对着镜头了 他们发现到这些状况 这是大陆网友的一些 反攻对于美国的一些 禁要的事件 那再来我们看看 潘奖勒也带起了 中国大陆现在硬气反击潮 因为他每次都是讲完说 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能说吗 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个告状潮 那就连这个潘奖勒告状之后 现在都有新闻标题说 这个告状行为开始人传人 就连体操选手张伯恒也吐槽 巴黎奥运的这些餐食 真的是一场不小的冒险 实在是不太好吃 所以现在告状风潮 已经在这个运动员之间 不忍了可能也到了尾声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些日子以来 在选手村不吐不快的一些事情 通通都端上了台面 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讲了出来 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下飞鱼 这一次 菲尔普斯也有很多人 就是去问他 关于这个大陆选手的事件 他发表了一些看法 也让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 但他现在讲说 看到美国队的成绩 觉得挺失望的 应该有一些比赛 值得有更好的佳机 怎么会只夺了一斤呢 那他说他很担心四年之后 洛杉矶奥运 也就是美国队的未来 现在看起来 其他国家都已经陆续赶上我们了 我认为我们国家 这么多年来很多事情 其他国家也在做 他们已经赶上来了 所以他觉得 未来挺不乐观的 但是也有大陆网友讽刺他说 是不是你对于美国选手 克要之后成绩不理想 所以才感到失望呢 所以可以看出来 大陆现在目前对于美国的反感 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点的 临界点了 那还有呢 我们看看这个 中国大陆的要检 现在也质疑说 美国的田径选手 是不是系统性的在使用兴奋剂 这难道不应该查吗 所以看起来现在这场奥运 已经变成两大国之间的 这个兴奋剂的一场 这个等于说舆论战了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美国方面改口是因为那个国际奥委会下面那个挖打 他开始强力反击 而且国际奥委会警告美国 所以你如果再这样搞 那我们就用药检为理由取消你 2028举办奥运资格 所以美国当然吓到了 那费尔普斯也是改口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法国选手 因为法国有一个选手叫Mashan 他拿到四面金牌 那法国选手也去跟中国的游泳队道歉 因为那天那个中国游泳队要跟他握手 他可能没看到 不管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因为国际奥委会还是有他的标准 美国是US ADA在那边乱 他自己有他的ADA 那人家是根据WADA 那中国也有ADA叫CADA 那你这个就好比那个国际权种 就是那个权集协会 IBA在跟奥会乱 那不是一样吗 你就用你的标准来乱 那你的选手脸色为什么发指 你也没解释 而且美国他有很多选手 事实上也在药检出过问题 结果还继续参赛 这个WADA可以找到很多记录 那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中国选手是因为上次 2019年就在东京奥运七个月之前 那有23个人要检 那后来他们说是吃了 好像是什么炸鸡吧 就微量 那WADA那次是判 对比赛没有影响 所以让他过关 然后那23个 2019年被药检出来的人 这次有11个参加巴黎奥运 已经隔4年了 你认为他们还能怎样 而且这次的药检 平均中国对每一个人 大概是检查41次 对 所以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坦白讲 你要从历史角度看 你才看得懂 因为游泳是美国的地盘 事实上 这个就好比华为做出5G 美国不舒服 所以你怎么可以做出高科技 一样 运动赛事也是一样 你怎么可以进来游泳圈 而且还得金牌 这个事实上历史上 也发生过好多次 比如中国队 1984年开始进入体操 然后后来进入跳水 跳水后来不是产生梦之队 那德国资深就开始讲一些 有的没的 所以全宏禅根本就是文盲 都在那边胡说八道这样 说他什么都不会 只会跳水等等 开酸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 你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体育 你就知道这个叫做 白种人的恐慌 他发现本来都是 他垄断的领域 被你跟上了 被你追上了 华为5G就是 你怎么追上了 现在电动车 哎呦你怎么也追上 你不可以追上 你要回去做纺织品工具 玩具 雨伞 你应该回去做这个 那有 一样运动 你应该回去打桌球 回去打羽毛球 这个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能进来我的地盘 所以这个就是 白种人的恐慌症 美国竟然太空人 可能要被困在太空了 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讲说 一言再言的这个 波音星际飞机 在今年6月的时候 首度实现 载人上太空 结果呢 回不来 就一直就讲说 他们现在被困了 我们要赶快救他们回来 从6月初开始讲 讲到6月中 讲到7月初 讲到7月中 现在已经8月了 怎么人还在那儿 他们现在承认说 可能 没有办法了 得要求救了 然后使用求救 然后跟谁求救呢 要找 马斯克拜托帮个忙 那我们看这些太空人 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呢 现在才求救的话 恐怕原定8天返航 要待到2025了 哇这趟旅程 突然延长了行程 滞留在外空 这也是一个 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但如果不是说 现在大家 美国通通都在忙 美选的话 这件事情很大条 照理说应该要 全球适应的这个祖末 结果现在美国媒体 自己都在忙 在看美选 那我们来看看 他们现在呢 等于是在太空 已经待了两个多月 因为这个太空船 多个推进器 在对接的过程中 失败了 所以现在太空船 出现令人担心的 氦气泄漏的问题 所以NASA也好 波音也好 都还在找办法 那拜托马斯克 帮个忙吧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等于是 超支了15亿美元 所以现在 Starliner的船出了问题 得要靠SpaceX 把他们两个给带回来吧 但是最快也得要等到 2025 也就是说要待六个月 才能够返航 这也是重创的波音 我们看到这一阵子 波音的飞机 已经是 接二连三出事故了 现在到太空照样 也是掉漆 所以看起来 美国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国力的问题 真的是令人堪忧 那现在美国都在忙 忙着这个选战的事情 最新消息出来 终于这两位 这个川普贺锦丽 敲定了这个辩论时间 就是原定的9月10号 就是原本川普 要跟拜登辩论的时间点 那会在ABC广播公司 美国广播公司来进行 那也是两人的 首次正面交锋 贺锦丽就发文了说 非常期待 川普对于9月10号的辩论 做出最终的承诺 贺锦丽她在 这个底特律场造势大会 落幕之后受访 表明说 放马过来 愿意参加更多的辩论会 而且现在 她为什么士气大增呢 大家说 因为有一个人 女神级的角色 泰勒斯 po出了一张神秘的照片 她在IG上面 po了10张 明明是演唱会的照片 紧急 那结果呢 急紧啦 那但是呢 在第七张照片里面 大家发现说 这个人的背影 那么熟悉 怎么穿着裤装 高跟鞋 这个长发女子的背影 看起来 有一点像贺锦丽 那是不是她在预告 还是埋下伏笔说 她有可能会去站台 因为过去 大家都知道 她是比较支持民主党 曾经也为 跟这个拜登同台过 所以现在 有一些疯狂革命就猜测了 是不是泰勒斯要表态了 泰勒斯不忍了 泰勒斯要站出来 挺贺锦丽了 还是说这是一种 暗中支持呢 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 那这个看起来 现在目前 这个泰勒斯这边的公关 对外窗口 还没有正式回复 但是现在看看 经济学人的一个调查 在8月4号到8月6号的 最新民调 有40%的人认为 贺锦丽会赢得 2024的大选 只有38%的人认为 川普会赢 但是呢 这个也是 其实各式各样的民调 此消彼长 就是双方都有 这个比较有利于 自己的民调 那反观我们来看看 泰勒斯呢 现在好像已经觉得 自己十拿九稳了 胜券在握了 他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说 空军二号之后 以后就是他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之后当副总统的话 空军二号就归他用嘛 那这个华智就在抨击 川普跟泰勒斯 现在经济政策 那特别对于中产阶级 劳工阶级 造成非常严峻的经济困境 可是泰勒斯想的 不是这些 泰勒斯想的是 空军二号 是我的 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泰勒斯呢 他可能忙着想一些 有的不的的事情嘛 一方面在想着空军二号 一方面在算说 贺锦丽你代表参选之后 都没有接受媒体专访 现在已经18天了 他都在数一些这种事情 那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就讲说 奇怪了 这个 重罪犯派 你还是要收啊 比方说像是这些 挺巴的示威者 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现在恐怕最大的挑战 还是中东问题要赶快解决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我觉得贺锦丽最大的助选员 应该是万斯啊 川普那个副手再多搞一点 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最大助选员 我觉得他引起的中间选民 跟美国主流的反感是越来越明显 尤其现在又对比这个隔壁的老爹 华兹 这个华兹 华兹真的 我跟你讲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比较两个人的财产 那万斯的财产是华兹的40倍 那我坦白讲 华兹他是明尼收塔的州长 他一辈子就当高中的老师 然后当国民兵当了24年 就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啊 然后他的财产都一直没有增加 坦白讲 美国的政治人物做到这个程度 我还真的不多见 他就是一个平平实实 很朴实 然后老婆也没有去赚什么大钱 就两个人的财产 是万斯的40分之一 那所以这个人讲话 他讲话又不会去带那个政治口号 他就是很朴素的用他的语言讲出来这样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个隔壁老爹 尤其他是对比万斯 万斯就是充满政治口号 充满科义 那充满他虽然是穷苦出身 可是很快跟当权派 还有这个华尔街结合 有同臭味 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万斯再多表现一下 我觉得川普会越来越麻烦 那当然贺锦丽最大的问题 我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讲过 事实上贺锦丽最大的变数就是 那个纳坦雅胡跟普京 因为纳坦雅胡跟普京都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他可能会给你制造一些变数 甚至我认为啦 我认为川普那边会得到中东的情报 搞不好都是纳坦雅胡的朋友提供的 然后最近不是乌克兰去强攻库斯克吗 那引起了普京很大的反弹 我认为普京要在乌克兰制造一点变数 也不难 所以我觉得贺锦丽这个才是 他真正的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说未来这两场战争 你要回应啊 因为你是潜在的可能的总统 那这个他就比较麻烦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伊朗有动作 为何按兵不动呢 阿拉伯的媒体就在讲说 现在在等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特别大会 这是美国的情报消息人士讲了 因为伊朗对于以色列暗杀哈尼亚 这个报复行动 感觉上面好像比预期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 那可能是伊朗现在要在这个组织大会上面呢 结束会议可能要有一些讨论之后再来采取行动 那所以人家讲说 这是在藏布局 还是伊朗真的是缩了呢 有这样的一些外界的揣测 那根据纽约时报讲说 德黑拉和其他13个省份 他们所有的政府机关 7号的时候呢 8月7号停止上班 而且东西边境部分的地区行政办公室上班时间 甚至还缩短只有这个上午6点到10点钟 另外当局也发布了民航通告 也就是7号的晚间到8号 要进行一些炮火的行动 而且维持数个小时 尽管现在伊朗报复的时机范围跟方式都是未知数 但是他们当局好像不断在做一些预备 不断在喊话 可是民众现在在备战上面 好像还不是很清楚 全貌到底是如何 那现在伊朗的讲法 仍旧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喊话 就说一定要付上高额的代价 那美国也警告伊朗说 如果对于以色列你们发动这样的反击的话 会有非常严重的风险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云 仍旧是密布的状态 只是没有人可以猜得到 到底伊朗会是什么样时候行动 究竟是在布局 还是它延迟行动 或者是不行动 变成了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 一直在想方设法 想要打听这样的消息 那再来倒是抵抗的轴心国 先有一些动作了 叶门胡塞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讲说对于上个月 以色列针对叶门的一些空袭行为 胡塞武装组织一定会发动 暴復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很快就会来了 他们跟这些抵抗轴心 也就是指像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还有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这些地方 反西方或是反以色列的民兵组织 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力量的调节 协调合作 那他们就会对于以色列 来共同联合展开反击行动 那还有外媒提到了 现在真主党 黎巴嫩真主党呢 可能独立于伊朗 来进行一些袭击 我们刚刚讲到伊朗 现在好像正在评估 减缓了它的报复行动的时间 但是会不会先由这样子的一个 抵抗轴心国先来开战 那根据这个熟悉情报的人士来透露 现在真主党可能会先有动作 就是有别于伊朗的这些动作之外 在未来几天就先对以色列来发动攻击 那以色列也呛名了 他们的国防部长格朗特就讲说 如果你伤害到我们的平民的话 我们将会十倍奉还 这个付出极高极惨动态价 你们就等着看吧 这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先呛吓在前头 那再来代理人战争 好像也看到了 就是美俄之间的互相牵制 因为这一次伊朗背后 已经开始有战上了俄罗斯了 俄罗斯已经很明确的提供 伊朗一些防空或是雷达相关的一些武器 等于是好像本来以色列背后 站的是美国 那伊朗现在背后也有人了 所以美国是不是为着要来牵制俄罗斯 所以开始准许乌克兰有动作了 一直以来这两年多来 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 美国设下的一条线 就是叫乌克兰 不可以打进俄罗斯的境内 但是现在乌克兰是直接进攻俄罗斯了 部署1000名的兵力 还有超过20辆的装甲车战车 现在说这个俄罗斯的库斯克州 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200名的居民现在开始撤离 泽伦斯基开始大动作要反击 俄罗斯了吗 他们说俄罗斯把战争带进了我们的土地 现在也是时候了 让俄罗斯来感受一下自己干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们体会一下这个战争的滋味 那是不是就是源自于说 普清派了少议股去伊朗 所以美国要来牵制俄罗斯 让乌克兰有这样的进攻动作 那我们看到普清讲了 他说众所周知 基辅的政权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挑衅 使用飞弹这些武器朝民宅救护车 无差别的开火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挑衅 那当然对于北极熊来说 你要是戳我眼睛 我一定会给予反击嘛 所以普清是不是真的发飙了 他现在呢在这个紧急会议上面 开始有一些后续的规划 那乌军打进了俄国 美国现在又开始讲 对外说一个讲法 讲说不支持不知情 但是是不是就是美国受益的呢 他说没有违反武器政策 好像我说我不晓得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违反规定 跟他以前说绝对不可以打到俄罗斯 好像说法有点转变了吗 这是不是一个美俄角力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其实伊朗要打以色列已经过三天了 那他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预警 上次是让打之前还特别打了招呼 这次没有 那有人认为拖时间拖越久 表示可能会准备打更大 因为坦白说 从伊朗到以色列是1200公里 所以他射飞弹 无人机等等 被拦截的几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认为他这次可能会象征性的 就是不会像上次打到300枚 都从伊朗打 浪费嘛 所以他是不是会挪到叙利亚打 然后跟黎巴嫩珍珠党一起搞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状况 因为如果从叙利亚 还有结合黎巴嫩珍珠党打以色列北部 就那边可能会有地面战争 然后导弹是从叙利亚 那我觉得这个恐怕就不是一两天了 而且我认为他打的地方 可能还会包括哥兰高地 那等于就是他对以色列占领的地方 那也正式表示不承认 因为川普已经承认了 那如果这样这个就挺麻烦的 不会迅速结束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毕竟他已经跟联合国打了召会 说他要做自卫反刺 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没有动作 虽然他那个总统 他的总统就是担心 会把伊朗的经济整个拖垮 所以跟那个宗教领袖是有不同意见 可是伊朗的军事是宗教领袖决定的 不是总统 那另外就是有关普京 对那个乌克兰进攻库斯克州 感到愤怒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方面可以谈 第一个 乌克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认为乌克兰他大概也预期到 谈判快到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筹码 所以他就要让他的恐攻 成为一种不确定因素 他事实上他的模式是恐攻 你进去一千人 只伤到三十几个人 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地面作战 那第二个有没有美国因素 我坦白讲我比他打个问号 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像真正的战争 看到的是今天这一个人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要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不简单 他是谁 他是张本志和跪地崩溃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打这个桌球的男团体赛的时候 他是扛了一个决胜点 结果被人家给逆转了 输给瑞典 所以他就说了 他说如果死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的话 宁愿去 不要啦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理性好吗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教练也跟他讲说 不是你的问题啦 不要这么样的自责 张本志和是谁 他的爸爸妈妈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对岸 后来呢说 因为呢 他们到日本的桌球界发展 所以开始一家四口包括他的妹妹这次其实有参加比赛 都是规划为日本籍的 那他当时跪地崩溃 就这样整个教练把他扶起来 这张图上了热搜 为什么会这样子热搜第一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东京奥运差不多三年多四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话很呛 他跟他大家怎么讲 他说要击败中国对手 甚至还直接讲要击败中国夺金 要拿下这个他们的仇亡 这一些话就引爆了中国网友的怒火了 所以这一次呢 当他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网络上面开始在讲说 小时候信誓旦旦 现在知道了 世界变大了吧 不只中国人厉害 心态崩了 其实呢 讲到了桌球 有在看比赛都知道 那个真的就是所谓全华人 甚至呢 在中国这边太多好手了 就连不是中国的好手 都会送去中国这边来做培训 这一次的奥运你就看到了 这个人他代表的是谁 代表的是卢森堡啊 61岁的前中国桌球国手倪夏莲 这一次他打比赛的时候 他打得很开心 甚至呢 打得连中国人都在帮他来加油 听听他怎么说 莎莎是世界第一 人们又说我呢 是世界唯一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 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强大 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强大 我要跟孙隐莎和王此群做陪练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帮到中国队 我觉得没有祖国的培养 没有中国队对我的培养 我算什么呢 应该这样讲啦 对岸很多民众的基本上 对于他们之前的国手跑到国外去 然后求发展 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是因为呢 你在这个中国 你想要代表出战奥运 真的不容易 所以呢 去国外发展 也不是只有尼夏莲一个人 包括谁 包括了田智熙 那个时候呢 入团集 后来呢 他这个前后的对照照片 对照组整形兼整机后 对照片呢 还让大家很惊艳 另外还有谁 还有这一次的美国桌球代表队 你有没有发现也全部都是华裔呀 那大家对这件事情呢 其实并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张本志和这一次 确实让很多人讨论度很高 这次奥运讨论度很高的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禁要问题 好这一回呢 中美奥会主席会晤 中方特别讲了 之后会轮到你们来办 希望办的顺利啦 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要有长臂管辖 要让大家都顺利参赛 这一次呢 基本上就针对于 有没有使用禁要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开始针对起来了 来中国的泳队呢 现在被要紧了600次 那现在呢中方确实出手了 他们痛批 那美国呢 美国选手是不是有阳性仍旧参赛啊 是不是一个双标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被发现了 说他们这个短跑的田径选手呢 是不是也有这些相关的问题 过往美国九枚奥运金牌得主也承认啊 他有三次阳性被网开一面 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 却会不要被压下来呢 甚至还有人说啦 剪出了兴奋剂阳性 是因为跟女朋友接吻 哎这也可以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问啦 是不是有双标的疑虑 跟双标的问题存在 中美之间呢 其实从这个奥运场边到地缘政治 现在都是国际中的焦点 毕竟就是G2 在美国的部分呢 现在选举嘛 贺锦丽呢 要站上川普 华游就直接讲了 现在看起来的支持度是拉锯的 关键中呢 川普这一边仍旧七个 赢了四个 可是当贺锦丽副首选了一个华兹之后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立场 而造成一些改变 好包括什么 比较特别是他曾经去广东教书 交换学生一年 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呢 他是认为不应把中国视为敌人 又或者是说呢他在那边生活过去过30次 所以他不属于必须要跟中国树立敌对关系的那一类 真的是有华人士吗 那会影响中方的一些看法吗 当然中方的回应就是一贯的 美国大选是他们内政 我们不做评论 只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领域上头 只要是美中双方那都会变成焦点 所以想要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了 好这一回呢 这个上了微博热搜 第一名很直接就这几个字叫张本志和崩溃 你怎么看 主要是因为 中国网友不喜欢他 看到他输 就看到很高兴这样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奥运我觉得我们要挑好的来讲 像这种就是看到他输很高兴这样 事实上我看那个锐点队 其实有几个也打得相当好 因为樊正东最后是跟一个锐点在拼金牌 那一场我有看 锐点队那个前两局还打得不错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是因为我对宇球比较熟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公开赛 连欧洲来的队员都是中国人 美国赖的也是中国人 就是桌球跟羽球这个现象特别明显 那这个就好像美国 有一些篮球也会跑去打欧洲杯啊 那因为他篮球就是厉害嘛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啦 因为坦白说你 你打得好在中国你可能就没有变成国家队啊 或者你在国家队被人家淘汰啊 可是到了别的国家还是很厉害啊 对 而且他们的实力其实都很接近啊 说实在 所以有时候你跑去别的国家 反而有发展的空间啊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去说啦 只是说你来自中国 他们真的是10岁改成日本机 他现在才21岁 那你有必要讲话那么嚣张吗 所以我讲白了 你就在讨好日本人嘛 就在证明说我已经是日本人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跟 日本跟中国的氛围也有关系啦 一点民族情节 是啊 那你就故意嘛 所以我觉得因为 就是因为你是来自中国大陆 你又不是在日本出生 那又表现得那么决绝啦 所以就让人家讨厌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样啦 不然一般人你就打好你的球就好了嘛 何必这样啊 事实上那个 那个福元爱 我们知道他也是打桌球嘛 那他也是在东北训练 后来也得到奖牌 那他跟日本中国都维持不错的关系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的EQ的问题啦 就是这个人可能人格发展有问题啦 说实在就是这样啊 那至于那个要检已经谈了很多了啦 我觉得中国队这次可能是有点故意 嗯 就是我就不抱怨 不抗议 那我最后能够赢得奖牌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觉得有点这样的意思啦 嗯 因为2019他被要检 他有23个选手失去资格嘛 所以坦白讲啦 他这次被人家要检成这样 那攀展乐还能够得到这个自由百米金牌 还有男子混合接力400的金牌 这个其实难度都很高耶 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话好讲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就是忍入负重啦 说我们借这一次来洗清冤屈啦之类的 不过这个中国队不要忘了啦 2028的奥运主办国是美国啦 对 那我不知道美国到时候会不会叫中国队要检1200次这样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有一个 一个标准出来啦 制度嘛 就是你基本上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去走啦 就是说你如果要要检可以 那每个队员都一样 是 每个队员都要一样多 因为我们有去看数字啊 像张宇飞被要检了43次 那美国对平均一个大概是要检11到15次 这个就民选不一样嘛 那因为2028是美国主办啦 那如果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恶劣啊 那我真的难以想象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药检不是只有游泳有啊 对 还有很多项目都有啊 是 那会不会有人就要用药检来搞你啊 不知道 所以2028去美国的时候记得 别人请你喝的水跟东西都不要吃 自己带出售 一定要这样啊 不只这样还要带食材 食材 然后水水都自己运过去 是 不然到哪里会出问题 你都不知道 对美国人来说 英雄主义这很不能接受嘛 可是前线在打仗的时候 是有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看到的是 在中东下就担心战果的问题了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哈尼亚死后 现在传出了 那塔尼亚湖第一时间 其实有对美国来承认负责的耶 这样一个说法跟他说 都不知道的说法是一样的吗 华盛顿邮报报导是说 其实呢 他有跟白宫承认 幕后主使就是他 好 但是白宫是很生气的 因为觉得他在巧合 你在后面给我这个搞乌龙 是不是让我所有的努力 付诸东流了 而且现在又换了一个 更激进的接班人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那塔尼亚湖 根本就是失控了嘛 因为没有在听人家讲话 自己就直接往前冲 伊朗目前呢 你一直看到他没动 好8月5号要动 今天都8月8号了 没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伊朗的讲法是说 这个叫做心理战 我跟你讲 我已经跟他讲要打了 哦 我一直没打 他是不是承受压力 哎 这个时候呢 就是心理战的状态 因为他们很多地方的军事机构呢 说在最近都展开了军事演练 都在部署 都在做练习 所以大家要预期的就是说呢 如果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发生的会比较来的晚的话 会是有多晚 有人有预期啦 说可能是星期四星期五 哎也就是这两天 可能这个星期会发生 可是呢 大家也要问 他没动就算了 哎旁边的这个兄弟们 好像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动作 郑主党这边呢 也直接的讲了 说未来几天会是关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呢 好像有要独立于伊朗之外来行事 所以是不是真的都跟着伊朗的步调走 哎 这一次可以看看 也许不是哦 甚至呢 埃及现在已经只是他们的航空公司了 说要避开这些领空 包括了伊朗等等 哎 避开三个小时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刚不讲吗 他们在做军事演练 时间点出来了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时间点会发生事情 都还不知道 只是呢 最近伊朗有在问附近 因为他距离以色列很远嘛 所以如果他要射飞弹过去的话 会飞人家的领空 他开始在问周边的一些国家 包括了谁 包括伊拉克啊 包括约旦在问说 哎 我无人机可不可以从那边飞过去啦 或者是呢 我这个导弹可能会从那边飞过去啦 据说啦 伊拉克的立场 摩伦两可 约旦弹强力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怎么打呢 伊朗这边的讲法是说啦 如果要停可以 那你就去叫以色列直接接受加萨停火 停火之后 我们就有机会停了 这个讲话的人是刚刚上来的伊朗总统 叫做培泽斯基安 其实他是比较 没有那么冲的人 不是那么主战派的人 所以现在也传出了 在地的报导讲说 他有恳求哈米尼 就他们的最高领导 说是不是我们不要打 不要攻击以色列啊 如果攻击的话 有可能也会对我们自己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跟伤害 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思考呢 好 来了一个感觉相对温和的 但是以色列从来都没在软 目前呢 还是扬言要迅速的消灭哈马斯 特别是这个新领导人新瓦尔 原因是因为呢 他就是那个10月7号的幕后策划人之一 所以他说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同时也呼吁大家什么 保持冷静 说他们已经在防御跟进攻双面都做好 绝对的准备了 甚至呢 纳塔尼亚胡还是再次强调 会站到最后一刻 绝对会把哈马斯整个都给消灭掉 好 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 亮哥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现在看起来了 纳塔尼亚胡有消息传出 第一时间跟白宫这边来承认 但白宫很不开心 这个话当然是白宫放的 这个我才不相信 美国的态度 美国就是在演两首 那奥斯汀派了12艘军舰去阿拉伯海干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 而且还要用双航母 林肯浩也要去 所以你那个军事动作这么明显 你还在说你对那台尼亚胡很生气 这不是逻辑矛盾吗 你拜登为什么不痛斥他 然后在军事上给他制裁 所以讲那种话都没有用 重点是 你拜登就开始祈祷了 这个11月5号之前这里不要炸开 不然民主党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中东战争对民主党是不利的 会导致他内部的不同的族群的群体 互相冲突 那共和党没有这种问题 而且我讲白了 你认为那台尼亚胡是支持你民主党吗 对不对 我坦白说了 这一次美国大选 最大的变数就是 那台尼亚胡跟普京都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这两个人未来在俄乌战争的战场 还有阿拉伯半岛的战场会制造什么变数 你根本不知道 我认为这个事情赫锦丽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因为基本上他没有国安团队 拜登的国安团队并没有加入贺锦丽的团队 虽然说拜登已经战情势开 在注意他有把他找去了 可是贺锦丽对于中东 对俄乌战局的发展 有没有能力 因为你每天在外面跑 人家会问你 有没有能力应付记者的提问 或者是主持人专访的提问 我认为这个恐怕是最大的挑战 不会啦 主流媒体不会让它为难 他一定要接受媒体专访 你还没知道什么时候要专访 两个战争不可能不问 所以我觉得他 恐怕民主党要提心吊胆 那伊朗已经向联合国提出造会 说他要做自卫反击 所以他一定会打 那现在没有错 你刚刚说他 维持一个心理悬疑的状态 因为上次他打以色列 事先有跟人家打招呼 所以大家知道上次四月 那个就是打假的 就是打一个军事基地 那就算了交差了 可是这次真的不一样 人家在你的境内杀了哈尼亚 把整个加撒战争和平的钥匙给杀了 也把北京宣言给搞乱了 你伊朗没有做个表态 我看你那个总统下台算了 他根本不了解国际政治 你伊朗没有做动作会是什么样的处境 你基本上就被人家看不起 而且人家是在你的国家内被杀 不然你那个总统就公布证据啊 说证明不是以色列干的 如果就是以色列干的呢 事实上那个宗教领袖就是这样认为 你不可能不做军事上的动作 那时间在拖 我听到一种说法是 他们可能会考虑从比较近的地方打 因为如果从伊朗打距离1000公里 那很容易被拦截 所以你刚刚不是提到吗 说约旦啊 那个伊拉克是不是让我过一下 那现在传出来的说法就是 他要用他的圣城旅把武器给运到叙利亚 从叙利亚打 从叙利亚打 真的会比较难防 比较难防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建设到他要打的目标 因为上次就是只有打军事目标 那他这是会连政府设施都打 那第二个就是要打几天 上次只有打一天嘛 这次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还有纳坦雅胡也不希望这个战争结束 所以我认为他只要被打 他就立刻再打 他可能就会直接打黎巴仁 争主党 因为纳坦雅胡有一个自私的逻辑 战争只要一结束他就下台了 所以他也不希望战争结束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 是让站在 纳坦雅胡跟普京的最大利益 是让这个战争对川普的选举有利了 那我就打到11月5号这样 美国现在他其实不是只有中东 现在看到他好像有点力量不那么触及 他现在其实也想要把手伸到印太来 可是问题是印太这边不是只有你而已 目前发现欧洲也都开始进来了 来看到德国 德国现在说要派兵驻扎到南韩 联合国军要扩增到18国 让中方这边直接讲了说这合法吗 因为德国要直将在38度线这里附属军队 南韩这边当然是觉得 又多了一个哥哥来帮帮我站下 很好 可是算不算是为半岛局势火上加油 这个没人知道 所以朝鲜这边当然是非常的生气 那德国的讲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跟印太的安全紧密相连 欧洲与印太 美国与印太 感觉这个替换词都可以代换掉 甚至还承诺他们有和平安全的承诺跟保障 爆发战争的时候我们会来保护你 好讲都是这样讲 但事情发生的会是怎么样呢 不管最后如何 态势要先做出来 南海这里同样他们也都在插手 美澳加菲四国就在这边连演了 所以看到了解放军他们开始有些动作 包括了在黄岩岛这里战巡 同时他们这边强调要展示的是三大能力 包括什么 包括了检验战区部队的侦察预警 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我们会来真的不会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好其实在这边呢 你看到了美国近日说 跟日本这边一起来合作弹药对吧 好现在看到他们跟澳洲这边要来核制什么 导引武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呢 他们自己那边做不来 所以呢赶快发包出去 这些兄弟们来帮帮忙 奥斯廷直接讲了 说也就是表示未来海上巡逻机呀侦察机呀 就会开始在澳洲的北部这边来开始行动 好到澳洲这里来 南部在澳洲这边 北呢在日本这边 基本上合起来就是什么 南北之间的要有所呼应嘛 菲律宾这里当然也要动起来 海域法现在呢 说是已经立法过了 好最后就是签小马可是他要不要签 如果签下去之后 这个中方一定会大大的反击 原因是因为这个法呢 其实他是明确的划定了菲律宾的领海范围 那当然就会踩到中方这里的点嘛 所以他们已经发出了严正警告 就怕下一步会不会更加更加的激烈 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美军 美军其实一直在做评估 他们不是只有评估说呢 在印太这边跟中方真的对起来的话会怎么样 他们也评估中俄对于美国本土的军事威胁 这里面呢他们就特别提到了 说美国地理呢是得天独厚 那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大西洋太平洋 左右两边的给他们的安全屏障 但是他们强调中俄现在大力投资 要攻击我们境内为目标 这句话讲的其实呢其来有志 来看看6月12号记得吗 俄罗斯不是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潜艇 核潜艇直接开到古巴那里 距离佛州160公里 好上个月不是看到了中国四艘军舰 到哪里阿拉斯加外海 那个时候阿拉斯加这个参议员不是很紧张吗 好那个时候他们也说自由航行 没事 结果呢7月24月底的时候发现了俄罗斯的图95啊 轰六一也到了他们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他们开始会紧张 因为呢在1900年之后他们参与了百场多的战争 从来没有在他们的本土发生过 所以日本呢他们之前曾经研发一个什么气球炸弹 好当时呢说造成了美国二战唯一的本土伤亡 也因为这样呢后来才发现了他们在1942年的时候有个东京大轰炸事件 他们的飞行员飞到了日本本土这边打破了他们从来本土不受攻击的神话 怕的是什么啊简单的讲嘛 为什么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战争感没那么样的紧迫 啊原因是因为百年来他们虽然一直有在参与战事 但都不在他们家中他们在意的是 如果他真的会来我们家的话哦 那就严重了 所以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 好现在呢发现了不是美国插手而已 德国手也升到了超线半岛 不这个只是说联合国军我想参一份啊 是 因为他那时候才战败没多久嘛 嗯 那他就觉得 好像没有参一份 这个就是有点 没有国力的象征 也不是国力了 就是被人家看不起了 看不见啊 就是你是战败国嘛 嗯 那你现在就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恢复统一了 我是正常国家了 所以他就想来参一咖啦 就这样 我倒不认为他是真的要介入 有东亚的布局啦 太远了啦 实际上亚 欧洲更想介入的是英国啊 那英国每次都拍那个破船来 哦 那个飞机还要跟美国借 因为实在太贵了啦 你从欧洲开过来要多少油啊 嗯 所以我是觉得不现实啦 所以我认为那个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啦 是 那亚洲 还有因为俄罗斯现在又参进来了 嗯 所以就死了亚洲 坦白说啦 现在我们讲太平洋 就不能够只讲西太平洋了 就他现在也联动到北太平洋 哦 还有南太平洋 嗯 所以现在 各太平洋已经在联动了啦 因为你刚刚讲到阿拉斯加那个就是北太平洋 是 再往北嘛 嗯 那就进入美国的地盘哦 那基本上坦白说啦 在洲际飞弹发明之后 事实上 人类的战争就已经都被重新定义了啦 尤其是洲际飞弹再加上核弹头 嗯 所以事实上 俄罗斯早就可以打到你啦 嗯 那只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的近海 我都可以进入 那 美国当然是更麻烦啦 因为到时候 你可能会有 比如说这次去的那个战略轰炸机 是 不管是轰六 或者是土九十五 嗯 那基本上他能够射击的那个 飞弹都是可以装核弹头的 而且比如说以中国来讲 长箭石就可以射三千公里 嗯 所以 哪有需要进入你的 领海啊 事实上到阿拉斯加中段大概就已经可以打到美国啦 那本身也是核弹头啊 嗯 那战略核潜艇你说俄罗斯 战略核潜艇你接近古巴 其实他不用接近古巴也打得到美国啊 哦 所以 可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还是要秀给你看 嗯 因为你常来我家啊 所以我觉得他的用意并不在于 说哎我可以打得到你 不是 嗯 而是你为什么可以常来我家 所以我说我也要自由航行啊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啦 嗯 就是你一天到晚在 那个 东海啊 台海南海那边绕来绕去 那现在中国大陆 他的军舰 还有 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本来是飞不到的 要有加油机 那可是他跟俄罗斯合作啊 从看着他家半岛起飞啊 那就飞得到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啦 就是在跟美国警告说 你不要一天到晚来来我家啦 你要自由航行是不是 那我也比照办理啊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义啊 而且我认为会是完真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作战舰 实在太多了 嗯 你总要出去逛逛啊 不然呆在家里干嘛 所以未来啊 本来以为中国的作战舰 本来是往南泰明洋那边走 对啊 那现在看来北泰明洋也会 也会有蛮多的啦 嗯 以后搞不好 会师在夏威夷都有可能 哎呦 那这就是会 哎呦 中途岛啊 夏威夷啊 那就在中间啊 不是吗 嗯 所以我说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大陆的作战舰 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 是 那他一定要出去动一动啊 他现在是因为只有三个航母 坦白讲第三个那个舰队 还没构成 是 那未来如果有五个航母舰队呢 那不去绕一绕 那带战舰就憋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难以阻止啦 而且他的那个贸易这么大 本来就要有护航的舰队 所以各地也会开始有那个协作的码头啦 那这个美国也看不下去啦 所以中美未来在海拳的争霸 我认为北太平洋来太平洋都会越来越激烈